6月15号上午,杭州亚运会火种在杭州梁祖古城遗址公园内成功采集 整场采集活动以梁祖文化为元素,在情景舞蹈《梁祖之光》的演义中拉开序幕 上午九十整,亚运火种采集仪式正式开始 在仪仗队的护卫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企和亚奥理事会会企进入会场 浙江省委书记易恋宏现场持火并点燃火种盒 亚运会数字火炬手线上传递活动,伴随彩火仪式同步启动 杭州亚运会火种采集仪式圆满成功 杭州亚运会火种采集仪式总导演张晓峰告诉记者 整场彩火仪式采用了诸多细节体现梁祖文明 旨在传递梁祖之光点燃亚运之火的主题 这个舞者中的这个王将这个玉虫高高举起 这个玉虫就是梁祖文化的一个特殊的符号 这里边有象征着这个万物之灵,天地之华,日月之光 这样的就是用梁祖的文明之光点燃我们这个亚运之火 所以这个火种采集在整个暖场节目是这样体现的 本次仪式秉持人文自然,简约神圣的基调 充分呈现了以中华文明为筑基 以奥林匹克精神为引导 历史与未来辉映,梁祖与亚运交响的美好图景和精神内核 梁祖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称 选址梁祖采集火种,既反映了梁祖文明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也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创新 我觉得这个生活在这边来取 其实是两个体育精神和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和中华文明的这个有机的结合和融合 在这方面体现了这个梁祖文明 体现了中国这个文明的几个重要的这个 这个突出的特性 包括我们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 在梁祖这边都有充分的体现 亚运会本身也是一个文明的一种体现 也是我们体育精神的一种体现 从在这个位置来采集圣火 既反映了这个梁祖的文明对现在社会的这个意义 也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精神的传承和创新 亚运火种采集仪式结束后 9月中旬,杭州西湖将举行第19届亚运会火炬点燃 即火炬传递启动仪式 本届亚运会火炬将在浙江11个城市全面传递 同时,数字火炬手也将通过亚运一站通智能平台 在中国各个城市以及亚洲各国各地区进行线上传递 杭州第19届亚运会火炬传递指挥中心副指挥长杜作峰表示 本次彩火仪式意义非凡 亚运火种传递着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寓意 契合亚运办赛的主题口号 一个方面,我们感觉彩火仪式地点的选择非常有意义 我们选在时政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两组古城遗址来采集亚运会的火种 这寓意着用两组的文明之光来点亮亚运之火 同时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在仪式上同步启动了数字火炬手线上火炬传递活动 那么我们认为在这里采集的火种 汇聚的是文明之火 奥林匹克之火和数字之火 第二个方面,我们在仪式的过程当中 在彩火装置的使用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我们用两组玉璧的造型用在了彩火器上 另外我们把火种盒放置台设计成了两组玉虫的造型 用两组文明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玉石玉气的器型 来承担彩火仪式的相关环节 那么起到让亚运火种连接过去与未来这样的一个寓意 这个寓意也契合我们亚运会心心相容 爱达未来的办赛的主题口号 也意味着我们能够来助推实现中国新时代杭州新亚运